一開始是蔡英文撿到槍 所以那個萬兔萬 蔡英文會贏 不過因為他最近撿到煙 所以現在萬兔萬又輸掉了 一開口就算蔡英文總統 被捲入的撕煙風暴 但火力比起前幾天 明顯收斂許多 已經很多年了 它只是越來越嚴重 這只是表示說 不過是這樣啦 有時候 算了 不要講這個 話說到一半 又硬吞了回去 台北市長柯文哲 對於別人的政治風暴 顯得保守很多 雖然還沒松口2020 卻主動提起選情版圖變化 我目前在這板塊相當不穩定 因為就從年初到現在 自認為是中間的 很明顯 從50%降到25% 所以表示藍綠歸類有在出現 但是這樣啦 如果你術取一個旗子 它會不會真的又跑向一個 第三方 賽局理論 兩級的賽局理論 它很好預測 比較好預測 也不是很好預測 比較好預測 三級的賽局理論 哇 這個在數學模型上相當複雜 雖然沒點破 但引發聯想 這第三根旗子指的就是柯文哲自己 向來都在選前出新書的他 即將又要出書 名為生死之間八月底上市 時間點很巧合 跟之前說的九月一日要做出選不選的決定 非常接近 我如果真的要是為了選舉出書 我會選 那書名會叫光榮國家 不會叫生死之間 那聽起來生死之間就是比較溫學的 時機未到不多說 繼續賣關子 但柯文哲腳步沒停下來 預計在未來每個週末假日 都安排外縣市行程 從出書到下鄉預備參選 動作不斷 為2020累積更多籌碼 懷運新聞 江顯東 張正豪 台北報導